今天我们剪一个比较小众的器物 绿狼窑 2012年3月我在纽约参加春拍的时候 司徒比有一件器物 航方给出的名字是清康熙 苹果绿佑 长景瓶 这件长景瓶曾经先后经过 日本山中商会和东京永清文库地藏 并且还被日本世界陶瓷拳戟等 多个重要出版物注入过 1930年代和60年代 还分别在日本大阪和京都国立博物馆 展览过 包装很精美 配有红木的盒子和底座 盒子上面提签写的名字是 康熙绿狼窑屏 拍卖的估价是6到8万美金 开拍之前我感觉在10万美金以内的价钱 我拿到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然而事与愿违 竞拍时电话中有另外一位买家紧紧搅着不放 最后坚持举到17万美金 但依然功败垂成 被电话里的买家最终以18万美金的乐锤价 加上佣金一共是226800美金的总价 横刀夺爱 这个成交价我感觉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此类器物一直以来是一个蛮有争议的话题 由于身份不明 类似器物这些年的成交价并不算很高 大概从几千块钱到两三万美金的样子 关注的人也不是很多 但是在清末民国的时候 此类器物曾经备受追捧 最著名的就是1913年2月27日到3月1日 在位于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南侧的美国艺术画廊 American Art Galleries 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天 题为无上之宝中国公亲王的不凡收藏的拍卖会 一共有500多件珍质品 全部来自于日本山中山会 请全力购买的晚清四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公亲王的酒藏 此场拍卖的词池池池池 成交价最高的是拍品第445号的绿狼窑罐 高度为22.8公分 带有木盖和座子 全身开细碎文片 成交金额为6300块美金 我查了一下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从1913年至今 美金的通胀率是3.17% 通过Google计算下来 1913年的6300美金 约等于今天的194500多美金 其他的几件康熙张摇的文房秀 如果放在今天 肯定价格不菲 比如一件月白幼的柳叶尊 现在的价位在几十到上百万美金以上 但在当时成交价是3100美金 远不如绿狼窑罐 购买这个绿狼窑罐的买家 正是我们以前节目中介绍过的 大名鼎鼎的著名古董商人杜维恩 拍卖后 杜维恩介绍纽约时报的采访 在报道中 他把这件所谓的绿狼词 描述为受世人青睐无比的 比狼窑红贵重十倍的绿狼窑 估计是从流利场道听途说来的 可见曾几何时 绿狼窑是何等 受世人追捧 那么无论是斯福比的苹果绿右场景品 还是山中商会的所谓绿狼窑罐 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绿狼窑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我们对它的认知有什么样的进展 收藏过程中如果再次遇到 此类比较小众的藏品 应该如何看待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角添加关注 并选择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最新节目更新 因为到了狼窑二字 自然使用联想到 肯定是狼窑的一个品种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 狼窑就是我们讲过的 康熙44年到康熙51年 1705年到1721年 由江西巡抚狼亭集 在景德镇主持 监造的半官半民的窑口 这个界定了来自于我们著名的 古陶寺学者童书叶先生 但其实在康熙时期 并没有任何文献或者限制之类 提到过绿狼窑这个品种 绿狼阳名称的出现 目前看来是在清末 当时有一个名叫陈溜的人 曾经先后在清代宫廷和民国政府任职 又喜欢玩玩古董 此人闲来无事 喜欢逛北京琉璃场 他把长年混迹古玩行耳闻目睹的事情 整理成书 书名叫陶雅 并加以出版 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绿狼窑 后来又有民国人士叫许志恒 在陶雅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一些个人的经验和评价 并归纳整理出了十个章节 绘编成另一本 近人皆知的古陶词著作 叫《以牛灾说词》 绿狼窑这个名称再次出现 在一起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看陶雅针对绿狼窑 说了些什么 在陶雅卷上二十九 他这样讲 名词访歌之鲜艳者 厂人 俗称为之绿狼窑 互读为之果律 厂人就是北京琉璃场的古董商人 陈德在这里解释的意思是说 所谓绿狼窑 和康熙时期的狼窑是 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只不过是北京琉璃场的商人 对于明代仿歌诱的俗称 至于为什么要以清代的狼窑 来俗称明代的仿歌诱 陈柳没有讲 但我认为呢 既然是古董商人的名堂 那无非是和孔方兄相关的勾当 在上海呢 由于独立相近 歌诱又被读成了果律 就是说呢 狼窑无所谓之绿也 那名词之葱翠之耳 这是在陶雅卷上 二三十二 这句话和上去的意思 其实是重合的 只是涵盖的范围更广 并不仅仅限于仿歌诱 但强调的依然是所谓绿狼窑 它是明代的一种绿诱瓷器 在陶雅卷下诗时 他又这样说 民仿地窑有一种色极葱茜 厂人罔忽为绿狼窑 则又满身文片 且甚细碎 价乃其贵 既拥前所法 以针铜拱壁 其实杰出彩业 前面他说 绿狼窑是明代的仿歌诱瓷器 这里他又说 绿狼窑是明代的仿地窑瓷器 即龙泉窑的瓷器 其拖征是满身文片 且甚细碎 而且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在雍正乾隆时期 已经出现了仿品 并且当时的人 也是认为奇货可居 但在陈雅看来 无非都是一些粗制滥造的粗货 这里的重点是 陈雅时期的所谓绿狼窑 只不过是明代的仿歌 仿龙泉类的绿幼瓷器 附会给了狼窑而已 很明显陈雅笔下记录的是 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北京流利厂乃至上海的古玩行 一定有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时尚 即绿狼窑 不然古玩商也不会拿绿狼窑来说事 因为有了这个趋势呢 出于盈利的目的 古玩商们乐于把那些发色 绿粹的戏物包括明代的仿帝窑 就是龙泉窑 以及仿歌窑 还有雍正乾隆之后的那些绿油瓷器 以绿狼窑来俗称 原因的很简单 狼窑名气大 好卖 容易赚钱 同时也说明了 绿狼窑这个名字 在陈林那个时代 已经扬名立万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跟风 陶雅中还有几段和绿狼窑相关的文字 比如 陶雅卷下三十四 互商乎雍正坊龙泉之品 曰割律 或又未知果律 乃割阴之转 陶雅卷下三十六 剑势所称国律 其色葱脆 有碎并文片 而无款式 以小谭为多 在当时并非精品 尽则身价颇昂 表达的意思都基本相同 故意把某些利用的器物 附会给的狼窑 借壳上市而已 许志恒的《引诺哉说》中 基本是重复陶雅的内容 在此我就寓意省略 陶雅里面的错误比较多 也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 因此许多学者 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 但由于他记录了 清末民国时期 北京流测场古玩区的 一些真实实况 研究的价值还是不可小觑的 至少他关于绿狼窑的一些说法 还是非常符合 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关系 研究的价值 还是很高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北京流测场为代表的中国古玩业 正好处在国门洞开 与世界初次接轨的大时代背景之下 欧美等国家对中国艺术品的兴趣 与日俱增 欧洲与法国为代表 对康熙旗物特别钟爱 而在美国 经过19世纪末的 杜金时代的工业开发 一批奠定美国工业和金融大国地位的实业家 金融家 应运而生 同时也诞生了一批对中国古董感兴趣的富豪收藏家 诸如杜维恩兄弟 洛克菲勒 JP Morgan等等 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海外的需求和购买力 成为海内古玩业繁荣兴旺的强大助力 绿浪窑 这个品种 在这么一种大背景之下 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 被炮制出来 再也正常不过 至于它是否真的出自浪窑 为狼亭级主持之下的产物 被利益熏昏了头脑的古玩商们 即便绿浪窑这个名称之下 是个绿营营的大杂烩 恐怕还来不及深入探究 即便是今天关于绿浪窑的研究还是乏善可乘的 或许是因为太小众 或许是因为资料太少 无论是古董商还是学者 大概都止步于耿宝昌先生的见解 特别是其著作《明清词气鉴定》里面的论述 依据耿先生的看法 绿浪窑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 狼亭级主持浪窑时期创烧的一个品种 与狼亭红幼此期并存 其太幼籍底足工艺的特征和狼亭红近似 但周深有邪文开片 被称为苍蝇翅 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绿歌词 右面的玻璃质感比较强 右面凝厚 右色苹果绿 有些气物口岩还涂了一层降幼 底足炉胎处常可看到或是红 第二种情况 耿先生称之为反狼窑 其实就是狼亭红幼的窑变品种 因为无论是红幼还是绿幼 其橙色剂都是氧化酮 由于氧化酮的氧化和还原程度不一 便会出现内红色外浅绿色的摇变现象 这样一反一正 反狼窑名称由此而来 第三种情况就是在民国初年 狼窑很受西方人喜爱 绿浪窑和蓝窑红尤其是法国人 常不惜重金购买的求货的品种 造成一些投机可以雍正 或者乾隆之后的割幼器 后加绿幼冒充绿浪窑 现在时常看到的一些 绿割幼大小胆平 罐之类 其胎体 气形 有的完全相同于雍正的割幼器 易于被误认为是康熙绿狼窑 近代景的任也有仿烧的黄口绿狼窑器物 但右面光亮色调的过于艳丽 耿先生的这一个说法 在《陈留的陶雅》中也有提到 即陶雅卷下四十所说的 既雍前所访 一针铜鞏壁 其时节出彩也 在耿先生的看法的基础上 其他的一些学者提出一些补充的看法 比如冯贤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点 认为绿狼窑其实是狼窑红的窑辫品种 同时也提到绿狼窑是因为氧化还原不一 形成的反狼窑 叶佩兰在他的康熙瓷器概述中认为 反狼窑和立狼窑本质来源同一 结因蓝黄红柚的橙色剂 氧化同在炉火中还原气氛的不同形成 另外还有杨敬荣 乐明华等学者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观点 但并无实质的突破 比较特别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承龙先生提出的 西湖水柚之说 被公王府博物馆的管员葛延认为是真正的绿狼窑 但实际上依我看来和绿狼窑的关系不大 和清末民国的陈刘与许志恒相比 以耿宝昌先生为代表的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 他属于正本清源 立足于绿狼窑和狼窑的所属关系 以确定绿狼窑的实际身份 很明显既然是绿狼窑 它就首先就应该是出自狼窑的产品 坊间常有人问 当年狼窑机有没有创烧绿狼窑这个品种 或者只是在不经意之间偶然出现了一个个案 我个人感觉当年狼窑机创烧绿狼窑这个品种的可能性 不能说没有 但极小 一是找不到同时其相应的任何文献记载佐证它的存在 其二是纯实实物难以印证 如果是狼窑曾经刻意创烧了一个绿狼窑的品种 应该会有一定的数量存在 狼窑的其他品种的现实存在就是证明 同时我也认为狼窑机当年有没有创烧绿狼窑 这个品种并不是很重要 存在决定一切 绿狼窑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不能因为找不到当年的文献记录 确定的绿狼窑传食品也不多 绿狼窑这个名称是后世富贵的 就否定绿狼窑的存在 非但如此绿狼窑的可贵之处 值得重金收藏之处 也在于它的不同一般的出身 所造成的传世稀缺 还是那句物以稀为贵 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市场上 经常可以看到号称为绿狼窑的器物 多数的品质并不高 有些呢还非常恶俗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呢 杨静荣先生在他的高温同会幼瓷器的建议中认为 传世品中有所谓的狼窑绿品种 凡是绿色纯正的大件器物 均是轻落民国初年的防品 讲的可能一些绝对 但这个观点我基本还是同意的 任命华先生在狼窑及其作品研究 新资料的发现 与启示这篇文章中呢 讲到 至于传世的多数绿狼窑词 可能是以前龙仿割诱为实物基础 说那种未烧成红狼窑而变成绿诱的康熙 高温红诱词的影响 寓以仿制的低温绿诱词 这种说法呢 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我认为呢 应该更加具体 具体讲 有三类具有绿狼窑特征的器物 应该区别对待 第一 康熙本朝的狼窑所出的绿狼窑 和狼窑红一样 绿狼窑也是在高温氧化气氛下烧制而成的 成品率极低 存食量比狼窑红更少 的确属于其货可居 最值得收藏 所谓绿狼窑比狼窑红贵重十倍的说法 也是很有道理的 开始我提到的 2022年斯福比春拍的那件绿狼窑场景屏 各方面的特征都符合 康熙时期 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绿狼窑 虽然成交价目前看是高了一点 但只要东西好 未来可期 至于1913年纽约拍卖的那件公王府的绿狼窑盖冠 目前归属未知 我因为没有上过手 也仅仅只是看了一张黑白图片 不能往家评论 第二种就是雍正乾隆时期收制的 容易和绿狼窑混淆的器物 这类器物根本就不是狼窑器物 严格讲是不能被称为绿狼窑的 但作为清代鼎盛时期的绿狼品种 也是不错的藏品 其中有一些 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造型 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价格合适的话 也值得收藏 但其中有一些是后加财的 收藏意义不大 第三类就是 清诺民国时期 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大量仿制的所谓绿狼窑的瓷器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欧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曾经出现过收藏 中国康熙瓷器的热潮 其中的高温铜红釉和铜利用 曾经受到极大的追捧 互动之下 造成国内仿制此类瓷器的热潮 也造成海外此类防品 尤其多的结果 但基本上都是一些粗质烂造 工艺性和运输性都不高的东西 收藏价值自然也不高